资源是财富的来源 在经济学上资源是只为了创造物质财富 而投入于生产活动中的一切要素 现代管理科学普遍认为 经营好企业需要四大资源 人力资源 经济资源 物质资源 信息资源 在这四大资源中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 它是生产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 被经济学家称为第一资源 那么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呢 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为 一个组织对人力资源的获取 维护、激励、运用与发展的全部管理过程与活动 并对人力资源的获取、使用、保持、开发、评价与激励等 进行的全过程管理活动 从而达到人力资源价值的充分发挥 以实现组织目标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九项职能 人力资源管理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有效手段 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包括以下内容 一、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根据公司的总体战略目标 分析自己的经营环境变化 对人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及状况 利用科学的预测方法 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措施 以确保自身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岗位上 获得各种所需的人力资源 并且公司和员工个体得到长期的利益 二、工作分析与设计 为了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根据组织结构 确定各职务说明书与员工素质要求 并结合组织员工及工作的要求 为员工设计激励性的工作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